乐活之心与您分享乐活小秘方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 老师坦记怎么练 老师我没力气怎么办 老师我不够软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只有练 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如何练 坦记坦子 功对舞蹈生而言坦子功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它是一切舞蹈的基础 坚实的基础是成功的有力保障 主旨是加强身体灵活度以及力度 尤其在训练人体的柔软 灵敏力量 速度 爆发率等 诸多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坦子功计巧克的特定型 试试以人体在坦子上完成各种难度动作 即人们所说的翻跟斗 由乌该克目的技术 技能 技巧性很高 难度也较大 所以要熟悉和把握练习的规律及特点 为此提高质量和美感 舞蹈坦子功计巧 要注意三个主要部分 一 软开度训练部分 在舞蹈艺术专业中 软开度训练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训练体系 但其基本的内容包括对肩 腰 跨 腿 脚 背等对人体关节 任带的综合训练 正因如此 软开度训练是舞蹈 积蓄 拍摄 技巧等 表演专业的基础 二 地面软翻训练部分 软翻训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 由各类地面的造型性技巧所组成 通过身体正面接触地面 运用正确的滚动方法后 使身体各部按照依次接触地面的顺序 自如地向前完成滚动定型 二 通过掌握前者技术技能后 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体现形式是运用身体前后部分在地面上做向前或向后的滚动来完成 各类向前或向后的软翻 三 软翻及跟斗 连串训练部分软翻 手为支撑 脚为入落点的各种软翻 由两方面所组成 通过对单一项目的反复 训练使学生在生理的事 用能力上和大脑的支配能力上得到了断见 其到提高和加强学生基本能力的作用 把两个不同类型的项目 有目的组合进行训练 这种类型的训练形式有两种 一 有舞蹈的舞姿性技巧动做来连接的各类坦资工技巧项目 二 两个连接项目都是有部 从低坦资工软翻项目所组成 注意同学们切勿独自练习 最好有专业老师的辅导 毕竟是高危动作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 祝您快乐每一天